其实昨天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说 何志伟其实本来在这个 最后结果出来前三天 他看起来他民调还是顶先的 可是为什么在最后一刻被翻盘逆转 就是因为手机加LINE事件 那昨天呢 也有另外一起手机事件 也就是又被媒体拍到 这个是尖歌的手机滑啊滑 他说很多人给他祝贺啊 就滑到了高嘉瑜 高嘉瑜呢直接恭喜事件委员 果然是斩妖除魔真男人 签名照要记得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 好那这个网友呢 就开始一大堆讨论说 志伟哭哭 志伟不说 志伟这么支持你 因为过去好像在这个 有没有当时林秉书事件 高嘉瑜被家暴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何志伟呢 就安慰他而且还送花 所以这个也很多网友 当然就会说 那何志伟过去这么请你 结果你现在是选边站了吗 你是在表态挺尖歌了吗 你跟何志伟不是很好吗 先看到这边啦 因为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最生气的是谁 是周玉寇 周玉寇就说 王世佳和高嘉瑜 2024一定会落选 在今天高嘉瑜有特别回应 他说我会继续努力 他说每次都是这样 总是有人不看好你 就是会给你扯后腿 架拐子 但我还是要努力 继续当孤勇者 这边我先请教兵哥 就是看来这一场戏落幕了 不过接下来大家要处理的 党内要处理的 不会真的就是高嘉瑜了吧 未必不是 未必不是 因为你看之前 你看吴欣带那个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 你看去的都是谁 所以党内确实有很多人 对高嘉瑜是非常不满 所以何志伟既然被他们顺利处理掉 那下一个很可能就是高嘉瑜 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因为我讲也比较那个一点 因为他们也看得出来 国民党现在在南部 还是不会有什么斩获 因为连个人都没有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他们立委就算掉了几席 他们恐怕还是国会多数 所以他们也不在乎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能够先把敌人干掉比较重要 那就算民进党因为这样受一点小伤 掉了几席立委 对英系来说这是可以忍受的损失 赖清德保不住高嘉瑜吗 赖清德为什么要去保他 高嘉瑜不就是赖的人吗 赖清德现在需要英系帮他选举 他去保高嘉瑜干什么 你觉得他看起来像傻瓜吗 赖清德你有看到 这次你有看过他保何志伟吗 没有 完全没有啊 他就不管他们两个 你看不管何志伟跟坚哥怎么斗 赖清德是一生都没坑 不是吗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现在不能得罪英系 有啦他后来有出来说说场面话 那种就是废话 对那种对实际状况 一点帮助都没有 赖清德很聪明的 他这时候绝对不会去得罪英系 他现在把蔡英文捧得高高的 而且他也知道他一上台的时候 一些措施得罪到英系 那他知道英系 现在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想弄他 所以他这时候当然是 赶快姿态放了超级低 须与尾夷 随便你要 反正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你以为何志伟真的是他的人 所以也不是啊 你看高嘉瑜会这样祝贺坚哥 你们就知道 你以为高嘉瑜真的跟何志伟很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并没有很好啊 那个 我跟你讲 何志伟其实这次自己最要检讨的一件事 是什么事情 就是他自己是现任立委 然后坚哥是半路突然杀出来了 结果在这种状况下他民调会输 那他自己也承认 所以表示他也认同 民调没有作弊的地方嘛 对那他自己就要去想想看 为什么他地方经营的这么不错 跑得这么勤 可是民调还是会输 就表示你的人和有问题嘛 他不只得罪英系而已 他得罪党内好几个派系 那甚至平常看起来跟他不错 不要忘记坚委与这三个人 本来是被挂在一起 对 那结果显然 坚哥并不是很满意何志伟 对那现在看起来 高嘉瑜也不是很喜欢他 对表示 何志伟才是民进党内 狗教中的狗教 真的 所以他现在自己又尝到苦狗 所以我自己是认为说 何志伟自己要去想清楚 这个死小孩你要想清楚 为什么你会变成死小孩 所以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当大人 不然的话 以后你的政治生命就堪余了 那至于讲 说民进党现在到底 会不会去弄高嘉瑜 我觉得要看高嘉瑜的表现 所以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显现出来 未必不是一种策略 表示我跟你们一样 我很讨厌何志伟 你知道也许是这样 我不知道啦 因为高嘉瑜 大家不要看他好像 小女生可爱可爱 他的心机不下于何志伟 我老实说啦 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高嘉瑜也是很练 你看他在友台被辉文 怎么样当面狂娇 他还不是唾面自甘 对而且我说真的 那样的结果反而会帮他 争取不少同情票 我讲实在话 因为大部分人都看到一个 一个女生然后被男生 这样子当面人这样子 这样子修理 那很多人都反而会产生同情心嘛 所以高嘉瑜是非常懂得在 什么状态下该做什么样的表现 他是非常惊于迟道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他 所以要弄掉高嘉瑜 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至于Coco姐 我的老长官说 坚哥选不上 说真的 我这个有机会真的要请教 因为我真的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出来坚哥选不上的地方 他说蓝的不会投他 那绿的恨他 那绿的当然就是指何志伟 那蓝的不会投他 绿的恨他 那绿的会去投蓝的吗 那蓝的是谁 蓝的到现在连个人都没有 那再加上 王浩宇现在说他出来要选 他说他最少可以拿5000到9000票 可是请大家不要忘记 上一次何志伟赢孙大坚赢多少票 赢5万多票 所以你就算跟王浩宇所吹血一样 他能够达5000到9000票 那又怎样 还是不够还是差很多啊 那特别是国民党现在 今年推出来人选 恐怕知名度比孙大仙还要低 那请问一下在这一区 如果又不是在地议员出来 他连经营都没经营 请问一下要怎么挑战坚哥 所以我个人认为 目前看起来坚哥 是根本没有什么输的可能 我讲实在话 我本来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坚哥有可能会输 就是何志伟自己跳出来托党参选 那他就有可能会输 可能问题是何志伟现在已经 已经说他要帮坚哥啦 他愿赌服输啊 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下 说真的除非国民党在该区 能够推出一个石破天惊 让大家耳目一心的人选 不然的话我认为坚哥 基本上是十拿九稳 但是我也请坚哥注意 坚尾鱼 虽然你们三个本来就不是一挂 可是呢 当鱼跟尾被干掉的时候 坚也未必保得住 所以坚哥未来就算能够选上立委 好日子恐怕是在后面 因为坚哥在昨天赢了之后 我们看到高嘉宇的就是直接恭喜王世坚 说他是真男人 那当然就被大作文章嘛 说高嘉宇你是不是就是表菜站边了 站对了选边站了 那高亚宇赶快解释啦 他说刚好有朋友药王世坚的签名照 就传讯给他 他回说可不可以用武装签名照 换我的演唱会门票 我才亏他是斩妖除魔真男人 因为他平常都说自己斩妖除魔 没有特别指谁 媒体这样见缝插针很不好 大家知道我跟何志伟非常好 何志伟在我心中是暖男 不是大家说的那样 何志伟多才多艺 会画画泡咖啡之类 未来很多路 他对政治非常热心 何志伟未来发展一定会更好祝福他 不过说到了这个部分 我请教董哥 因为根据民进党内知情人士说 听说何志伟的原始的电话通诉 其实反而是赢的耶 赢了211通 但输在哪 输在年龄加全之后反而输了 换句话说年轻票加全 因为年轻人一面倒向王世坚 所以反而是在这个地方被翻盘了 那这个是跟手机加烂风波有关吗 就是这两天的事情 还有掌握年轻人这一块 不是英系拿手吗 还是说年轻人其实 没有我们讲这么复杂 很直接 他们就是看到王世坚表现 喜欢 觉得他讲话很好笑 觉得他跳脱了一般政治人物的样板 所以董哥怎么看 因为王世坚这几年 他那转型 跟过去的王世坚是不一样 不一样 对 那变成他有讨喜的部分 对 你加拉机也掐挤 他也很高兴 拿刀假装掐挤 所以年轻人被逗得很开心 我相信他的年轻人选票不少 可是这次有三家民调公司做 他觉得这个民调做得非常奇怪 奇怪 对很奇怪 而且不可思议 依照我们过去看民调的情况 比如说七四 第一家七四 七四是何志伟赢王世坚2.5 第二家是精湛公关 是王世坚赢何志伟2.18 如果就这两家来评定 何志伟应该是赢一点点 可第三家是山水 山水 王世坚赢何志伟赢7.14 那这个就一片岛了 可是前两家你都可以说 他在误差范围之内2点几 这一家变成七点多一片岛 可是山水偏偏又跟民进党 中央的关系非比行长 他过去他的根基就是 民进党的民调中心 那后来游应荣教授前例 他是首席顾问 那他成立最早是我记得是 过去台北县政府 苏贞昌时代的一个重要干部 叫张艺人 他们全力去推动 所以他把这个就带到党中央 党中央又去弄了这家 就全力去支持这家民调 那这家民调做了一个这样的 等于说赢了7点多 那根本就不必谈了 就变成一面岛 所以何志伟就输在这样 那我不是要讲说民调公不公平 我只是说这民调很特殊 很奇怪 那当然了 何志伟有他必须检讨 就是说他后来的这些动作 有时候后来有些动作 让很多人觉得说 你是不是自己做民调已经赢了 你就太爽了 太爽了 就会乐极深悲啊 国民党 去年的九合一选举 哇不得了 然后大家就很爽 哇就开始 很多激情的语言出来 看到显民都觉得很讨厌 所以他的民调就开始跌 国民党从那时候就民调开始跌 那时候很多媒体都警告他 你不能先胜 未胜先胶 他们不听啊 很多人就表现出来自己都了不起 那这种情况在2019年 韩国瑜 领军那时候打败了 九合一 打败民党的九合一选举后 国民党也是这种 这种态势 然后就到处得罪人 觉得说 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 这一次的情况真的有点像 那我觉得说 现在你就是要赶快去反省 因为最近国民党 自从马英九去大陆以后 他有些民调是慢慢回温 最近的显现是这样 那自己要去想想看说台北市 台北市是国民党 算是一个很本命区啊 那王世坚这一席 为什么讨论度那么高 民进党也不在乎 就是反正我就 我就把何志伟打掉 初选过了 我等于大选就过了 其实我台北市议会 是少一席议员 对 我本来不管何志伟或王世坚去选 我都会赢啊 对不对 那我宁愿损失一席议员 然后把一个立委干掉 那这个再怎么讲都不划算啊 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 因为何志伟 他等于说代表了 代表是赖系啊 赖清德派子弟兵去帮他站台 去帮他拉票 勾国文啊 对不对 那他也表示他愿意去追随赖清德啊 结果被赖 所以这也造成了高嘉宇有些害怕 高嘉宇是赖清德跟蔡英文在党内出现 就钱力挺赖清德 标签是这么明显 下者风雨两个去扫街 你看那一幕都感人 那现在他自己兔死胡碑啊 真的是兔死胡碑 哇那这股莫名奇妙的力量 是由英系领头 带所有拍戏来打赖戏嘛 对不对 简单讲是这样 连新潮流的人都去挺 要把他拉下来 新潮流最想把他拉下来 就林楚音他老公梁文杰公开讲啊 他现在是陆委副主委 新潮流在 等于说内湖南港 最老的 民国83年就当议员的李建昌 认为你应该下台了 你不应该再选了 那整个新潮流变成 新潮流这些年来 栽培的人就是赖清德啊 连新潮流的人都这样的话 对高嘉义来讲 他这个警惕一定是很有 他开始本来认为说应该没问题 后来发现 原来所有的拍戏都希望他赶快下来 那这个他才会去 去跟王世坚有点讨拍这种味道 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 那下来就要看赖清德怎么出手 赖清德如果说全力 请大家不要让高嘉义为难 我全力挺他 你觉得他会不会做到 做这一步 但是他也会要求高嘉义 你要收敛 你要收敛 你乖一点 你去唱你的歌 不要去挑衅别人 那这个就好了 我觉得一定会有 这样的说法跟默契 那下来的话 因为你毕竟叫吴新带 连显议员都漏显的人 去挑战高嘉义 然后全党都去挺吴新带 毕竟是讲不过去嘛 对不对 他不是民进党的人 虽然是激进党 是跟民进党很密切 但是也不应该嘛 不应该把一个 现任的拉下来 那这样的话 对高嘉义来讲 也有个交代 也给他带来了很多提醒 还有让你知道分寸 不要再当死小孩 吸引啊 大概他的背景就是这样 我们在武舍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 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 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 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子